無論是在任何角度上看 都是明顯地會有一個通脹狀況 特別以美國的個案為例 美國物價上有什麼比較直接影響? 局製油價 原油價格上 近期油價升至70元 甚至現在說 可能伊朗未必這麼快能夠增加供應量市場 覺得油價還會上升 有些消息甚至傳說 可能會長遠 可能給多一兩年左右 再回到三位數 100元的位置都會有 油價這樣升上去 怎麼會是一個短暫性的通脹呢? 所以就算聯儲育怎樣壓低預期 最多都是壓低整體短暫性 突然間逼於無奈需要加持預期 是不會的 我都相信未必會做 但是大方向都是會收稅 所以回到昨天內地的狀況也是 看到CPI 就算比預期低很多 這一刻沒有 不發表之後沒有 一些領先指標 PPI就升得很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今年突然令市場 消除了整個通脹預期的話 其實是困難的 相反地 如果實際上央行有一個明確的政策 出來告訴你 何時進行收稅 而令市場滿意 其實有的時間表 有的 聯儲局 大家本身 你看過利率期貨市場在猜測 今年年底討論減QE 下年執行分12個月 然後到2023年年頭就加息了 現在本身的時間表是這樣 但市場在賭的一些是甚麼 很多就是賭 整個時間表要半切提前 但是經濟的數據 令到 那個跡象好像有條件 但是官員又勉強說到 沒有持續性 這個情況不是那麼快 令到預期壓得出來 所以其實你某程度上 如果你想市場很炒的話 你短線如果是確定了 跌一層的話 令到整個加息前景明朗 沒有了這些憂慮 你反而容易升上去 但是 留意一下 如果突然想起加息或收稅的話 有些殺股值潮就會再次出現 所以今年也是強調 千萬不要太過重創 一些高股值的增長類型股份 因為問題是 他們面對殺股值很無奈 大家會問 基本因素是否不行 不是的 基本因素仍然很好 但問題是 上年升了很多 要跌下去而已 相反地就是 一些最傳統的股份 股值真的很慘 有條件升上來 第二季哪些做得比較好 譬如一些油股等等 大家可能會很簡單地看 國際油價升上來 所以油股便會升 但其實你看整個第二季 資源格價升得更多 但問題是 他們的股價一早炒上來 其實 現在我們看到市況上的資金 是不斷地追求一些 股值殘的股份 其實這個輪動狀況 你也不會想到樂觀 因為通常 如果市場真的逼著無奈 炒了一些股值最殘的股份 你要想一下 當它們都升上來 所有東西都不便宜的情況下 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 那就可以直接 由牛鑽紅 那樣有機會發生 那當然這一刻 我不是建議大家看淡的市 但短線你要知道 市一定是不安全的 所以你說剛剛第一開始 我們可不可以完全不理市 或者是完全佛系 我又不是太過建議這樣做 但短線我們看到 資金的確是願意去選擇一些 股值相對地比較便宜 基本面當然要支撐到的 相關股份上 但是這個情況 你看看持續多久 我想六月份短線走勢的確是樂觀的 但長遠來說 第一方面要留意一下 商品價格還能否短期炒上去 這是第一個風險 因為如果 現在未來提早收稅 加息 其實你說商品價格 隨著息率向上的話 都會有個回落趨勢 所以你又不要想到太過樂觀 所以你如果圍繞著資源給你炒 只能做一些短線炒作 相反長遠來說 這些水平 其實風險是開始出現 不單真的 給一個高度 爲 滲